他曾是一个因思想获罪的文革死囚 1968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通缉 然后这个时候就听见很多警察进来了 我自己就以为第二天早上我们就会被枪掠 他和死刑好遇友们相约 谁万一能活下来 要把我们的情况说出去 先活的生命 当他意识到他马上就要死的时候 在心理上和生理上是直接的非常痛苦 他在死刑即将执行时 北周文来留下活口四字 改判为15年徒刑 意外逃出升天 外边那个大门全关了 车都开走 他经历了文革时代特别的经历 他结识了文革时代特别的人群 听张狼狼讲述 你也不能够有信心 trav IT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人一杯茶 算是给我们订婚的 五月十四号我们回到了龙井 我们一号订的婚出去转一圈 两个礼拜 回到龙井 第二天中午 当当敲门警察 警察就问那个户主 你这是不是有客人呢 他们是北京来的学生 后来他说 他说那怎么没报临时户口 当地老乡说 什么时候什么临时户口 农村家人家没怎么说 说没有报我们不知道 还需要报临时户口 那让他们跟我们去一趟吧 后来人家当然农民 才不管我们的 我们一出来一看 不光是战士这些警察 身上都是民兵都拿着枪 我一知道这不是 不是跟你闹着玩的 进到他们那个派出所 一进去 我们那个雕塑性 那个同学武达三宿 那个科尔特维族 当年就是他抓过我吗 只是我不是跑了吗 他 一下就冲过来 我以为他要打我 我就扭着头 他一把 别两个人拧着我胳膊 一把把我衣服领子给扯下来 我也不知道 那那边天他们认为我是间谍 所以怕我幅度自杀 所以把我衣服领子扯掉 都是看电影看的 好来说就把我给压上火车压回北京 到北京 一下火车 那个别人都下车 没让我们下 为什么 外边围着好多红卫兵 后来 上了几个是 我们班的那两个 那个藏族的那个同学 他那是 藏族的康巴人 库尔特族 他就弄着我 另外另外那个小伙子 两个人架着我下来 那中学红卫兵上来打我 他就让咱说 这意思是我们还没审呢 你们不能打 后来我还感谢他 他至少他有政策在那 要不的话 在那个火车站就被乱棍打死了 那就是这样也免不了挨一些 那当然那个时候也不觉得疼 就是只是觉得 在一夜之间 我就变成这么一个 被追捕回来的一个逃犯 这是万万也没有想到的事 压回去以后 那个时候已经晚上很晚了 又把我压到那个地下室 他们在地下室布置 一个审问室 两个那个墙光灯 离头这么近照着你 他们坐在暗处 几个人审问 意思是说 那个蟑螂啊 你终于被我们抓到了 这时候我才发现 有一个人坐在暗处背着 那是谁 那是鱼枪声 就是老鱼 就是公安实处那老鱼 他坐在那 经过汇合材料 发现 恶毒攻击中央首长 这些言论 有一百多条都是你说的 说现在河南一个17岁的小孩 小女孩说了三条就给枪毙了 说你这个给我枪毙多少次了 说你认也得认 不认你不认的话 那就是你就疲弱受苦呗 于江生当时就是想把我们这个案子 做成一个 这个更大的案子 完了下边的刑讯呢 就是什么呢 他弄一条 是不是你说的 我说这我都没听说 有在场有证人 谁说了 说你都听你说了 完了我说那他不是胡说吗 就打 他们的采取的办法就是不让你睡觉 他不是一拨人审你 审你轮流 轮流神你 一拨一拨 你到后边你都糊涂了 他提出那一条 也可能是他告诉你的 你听 你没说过 你听说过没有 我听说过 说过 那就是你说的 我估计那个一百多条 最多有三十多条是我说的 实际那个其他七十多条不是我说的 后来我一想 哎呀 这个不是一个羊也是敢 俩样也是哄 我人家三条就可以枪毙 我这个三十条也够了 后来传遍全国的最有名的就是说 毛泽东写的那首绝句 我实际上是跟大家开玩笑 就是说毛泽东写的是赠李进同志 实际上就是送给江青的 实际上是一个爱情诗 是一个艳诗 后来这就算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了 还有呢就是就是所谓的笑话 就是说那个江青在在在延安听那个那个毛泽东讲课 成心座的第一盘 让毛泽东注意他 一拉警报就是有飞机要轰炸 学生往学生的那个防空洞里跑 毛泽东有自己一个防空洞 说江青成心往毛泽东里防空洞跑 反正就是丢了这一类的 实际上我也讲了那个 他跟那个王盈睁眼这个赛金花 什么这些当时都是算是主要的罪行 因为当时这个赛金花这个事呢 因为还有个很具体的 因为呢本来是大家是流传这个说法 后来呢 那天正好我和那个美院那个 后来被打成右派那个延安的那个画家刘迅 我刚才说的是美邪的 还有我那个朋友 我们四个人在海默家 在海默家去喝酒聊天 他居然就拿出一本 三十年在上海出的那个赛金花 那个的当年演戏的那个 等于一个详细的一本说明书 里边比如说第一个主演王盈 然后还有谁 还有书秀文 都是有名电影员 最后一个是 蓝萍 是 妓女 他就是意思是你说 就这么个人 他现在来负责我们的命运 那个刘迅 因为他本来又被打成右派 这次也被人家抓过也打过 所以刘迅就说 这本书你给几个人看过 没太多 也几个朋友 都是咱们那个自己的老朋友 他说你不能再给别人看了 将来这是祸害 他们家不都是生的炉子吗 你刘迅说 我们5月14号不是被抓吗 5月14号晚上 海默就在北影被打死了 也是为这本书 因为他这本书给别人看过 所以就说 那个时候 你就是一本书给别人看 就会受到了杀身之祸 这是想不到的事 他那个当时 他们打人都有个程序 他那个 当时审我的那个叫沈彦祥 他要打我以前 这时候他就得先说 张朗朗我跟你之间没有私仇 但是我代表人民 我不知道人民什么时候让他代表的 然后我义愤填膺 这个时候他就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 可能把他震坏了 让我先站起来 我一站起来 打一打 那都是 地下都是水泥 人一倒下来 后脑勺就 撞那 人就 半晕过去了 实际上呢 后来我就在发现 人这个疼欲 实际上就是第一下会疼 后边你不会觉得疼 牵第一个是用拳头打 后来他们用那个 那个叫消防器那个管子 因为消防器那个管子 他们是知道那个打人何事 他里边是钢丝 外边有胶皮 打完了呢 那个皮肉上看不见痕迹 那个要打之前 俞强生和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 他们俩都会找个借口出去抽烟了 他们一出去抽烟他们在打 意思是他们不在场 他们也都是之间有个默契 但是呢 因为老俞他们想把我们这个做成一个大案 所以他也不愿意他们打死我 那个后来那个 那个姓赵的那个同学 几十年以后碰见我 他说我们对你确实手下留情 因为知道你有心脏病 不能让你就死在美院服中的地下室 因为我还有 后边我还有好多任务要做呢 基本上那个我在那的六天六夜 他就没让我睡觉 一波一波人审 最后把那本子 我的那个案件都算是定下来了 然后让我签字承认 这是那个我的口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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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那个,你那个,不光是有这个,你还有一个反动组织,你暗藏多少年那个反动组织,太阳纵队,有组织,有纲领,有人员,他们现在都交代了。 你意思是你狡辩也没有用,实际上当时如果能够知道你在文革以前有一个组织,这个就是可以给你定反革命罪。 这个里边说的那个,怎么出了一个太阳纵队呢,我们当时怎么成立太阳纵队呢,实际上是我们这帮在外国语学员附中的这些同学,我们一块喜欢写诗,画画。 第二,我们就觉得,解放这么多年,为什么作品越来越差?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差,以为这些人都将狼才尽了。 后来我们觉得,老一辈的艺术家都没有了灵感,都不能再创作了。 没事的时候他就,我们就聚在一起,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不成形的一个文化沙龙。 那时候他们都拿我们家当他们一个据点,开晚会啊什么的。 后来呢,我们自己写了很多诗,后来当时我父,我母亲呢,她下来以后在中央公益美院教文学。 那个中央公益美院,他们要举行一次朗诵会。 那个他们当时那个学生会主席呢,张一曼,他们呢就来跟我们谈怎么安排。 就说,跟我们学校合着,就是块组织这次朗诵会。 说上半场呢,是朗诵名诗人的作品。 下半场呢,是朗诵自己写的诗。 也是在那次会上我才认识的蒋丁岳。 我们班的一个同学,杨孝敏。 她呢是跟蒋丁岳在诗大女傅中他们是同学。 后来她知道蒋丁岳喜欢朗诵。 她就把蒋丁岳请来参加这朗诵会。 那个蒋丁岳就朗诵了普希金的那个纪念碑。 哎,当时我们觉得她是不是一说是蒋光奈的女儿, 将门虎女。 她是两道见眉,朗诵的还相当的不错。 下半场呢,是我们自己写的。 因为我那首比较长。 而且我们这个小组的人就觉得我那首好。 董沙伯一让我们就是安排我那个算压轴。 压轴实际上我们那个是就是我写的呢, 就是写我们那个要把中国推向一个文艺复兴。 实际上就年轻人嘛,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 因为像普希金,他写那个黄村,那个是几岁? 17岁。 所以那个我们,我们现在才17,18岁, 我们也应该变成这样的。 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天真的想法。 所以我那个诗的最后就是, 就是要复兴中国的那个这个文艺, 就靠我们这些年轻人。 现在我们虽然还是那个出生的, 但是将来意思是只要我们那个努力和在艺术上, 这条路走下去的话。 所以我做了一个比喻, 我说在那个时候,地平线上, 会冉冉升起千百个太阳。 那个朗松回一下, 把他们工艺美元的大学生都给震了, 就说他们没想到我们一个小孩可以写这种诗。 完了以后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 不让我们走,还得接着聊什么的。 后来他们就都到我们家来, 我们当时去的我们这波就是大概三十来个人, 我们家也住不下也不能住啊, 后来他们有一半的同学, 就沿着长安街一直走回那个外宣复中, 在一路上跨着手唱着马赛曲, 反正当时都兴奋到这种程度。 而董沙贝啊,蒋定月什么, 他们就还有七八个人在我们家坐了一宿。 当时董沙贝就说, 说咱们今天有这么大的影响, 就证明咱们的东西是真的, 有力量的。 所以咱们不能就是这么着, 就是朗诵一下过过瘾, 咱们把它印成杂志。 那几个年轻的我来刻钢板, 我负责印刷。 因为这些孩子呢, 基本都是干部子弟和文艺家子弟, 根本不知道中国不让我们不知道。 后来董沙贝说, 那咱们就成立一个组织, 就叫太阳纵队。 所以在1962年, 我们在外宇宣队中, 实际上那个时候外宇宣队中, 搬在什么位置呢? 是原来北京的老女师大的旧职。 我们在那宵庄楼, 在那个楼的一间空教室里, 我们去了七八个人, 成立了这个太阳纵队。 这个好多人以为这个纵队是一个, 因为过去解放军有十六纵什么的, 实际上我们不是从这来, 因为我们看永别了武器。 当时海明威, 他们到西班牙去支援民主运动, 打倒富朗哥独裁。 那个我们最喜欢, 当时最喜欢的诗人之一, 就是西班牙诗人洛尔加, 他也是被那个法西斯的长强党给杀死的。 他们是国际纵队, 我们叫太阳纵队。 因为不, 我们不是冉冉升起了千百个太阳吗? 所以我们就起了这个名字的太阳纵队。 事先我们都说好了, 让我写了一个纲领。 我们那个, 然后大家是规定, 那个每个星期, 每个人带自己的作品。 诗也行, 画也行。 画呢挂在四周, 诗呢我们来朗诵。 大家都可以肆意评评, 互相磨练, 然后互相抵立。 因为我们是也受俄罗斯影响, 说必须有一个强力集团, 才能把这个文艺推上去。 当时我们还信心百倍, 这么想的, 就这样成立了太阳纵队。 到大学以后, 这个队伍就扩大了, 乌鸿万青粒什么的, 他们也都变成我们太阳纵队的人。 还有那个袁运生, 画那个机场壁画的那个, 袁运生他比我们年纪高, 当时也变成跟我们这些人, 是一群朋友。 就是大学生和中学生, 变成这么一个, 一个很, 怎么说很松散的这么一个组织, 实际上就是一个文艺沙龙, 说到底就是一个沙龙, 不是什么组织。 这个太阳纵队实际上, 他的活动到, 一开始比较像, 像那个一个正式沙龙的活动, 是在六五年以前, 六五年以后就, 就没有这个成型的活动。 六五年发生了这个, 那个X社。 所以现在呢, 在网上很多人也弄错了, 以为他们是X师社。 实际上他们不是, 就叫X社。 所以X社出了事以后, 在全国是一件大事。 就以后就大家都不提, 有过这个太阳纵队, 也没有说正式解散, 就是自动的, 就是不弄那个组织性活动。 就这样的话, 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没想到给你定罪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呢, 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条。 所以要把这个老账都给翻起来。 而且在翻的过程呢, 就是就影响了很多人一生的命运。 但是最悲惨的呢, 就是其中一个是那个张九星。 张九星是当时我们这个施舍里面最骨干的, 而且是一个发起人之一。 他呢, 当时已经是那个解放军的军官, 所以在军队里把他弄得得很惨。 开出党籍, 开出军籍, 开出军籍, 就发到北京回到街道, 最后他就自杀了。 另外一个甘露林, 也就是在那个玉才的时候, 就跟我们一块朗诵, 一块弄沙龙。 他当时也是解放军军官。 后来他是在从, 据说在回来的路上, 他就用枪自杀了。 所以就等于太阳纵队里面, 就是两个人自杀身亡。 还有一个余志信, 余志信他很洋气的一个人, 大家都开玩笑嘛。 有的同学给他起的外号叫梅斯金公爵, 就是像那个白痴里面那个男主人公, 他呢, 自己觉得像, 他像亚瑟, 所以我们, 他因为姓鱼, 鱼是姓, 我们就把他鱼色, 跟他开玩笑。 他呢, 后来就是, 我们算了劳改, 他算劳教, 劳教在这个天堂河, 那个农场。 后来在战备的时候呢, 他们都被发到那个新疆的农肯。 过了很多年很多年, 他从新疆回来, 回来我们一块见面, 我们完全不认识他, 完全就是, 人的整个的体型, 长相, 声音, 你只能仔细辨认才能看到当年的痕迹。 估计是他的精神上也有一定的问题。 等于这个人就是说, 虽然他没有死, 但是人被毁掉了。 那个王冬白, 就是我给他们写那个《相信未来》那个, 王冬白后来就是一直, 就是一直就是有一定的, 就是精神上的问题。 他就是一直过不了这个坎儿。 他和那个石子, 就郭鲁生他们两个, 后来石子有一段不是住在精神病院吗? 但是石子呢, 他运气好, 后来有一个他的粉丝, 是一个中学教员, 把他接出来, 愿意跟他结婚照顾他。 所以他现在, 算是有一个安度晚年。 但那王冬白呢, 变得是, 我们都不知道他怎么活着, 他后来也是就是自己一个人。 他的刺激是后来又受了第二茬。 就是六四前后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天安门旁边, 有几天他就一直在爬的那个树上, 就没下来。 后来以后六四过去以后, 他就可能说就是他精神上的病更重了, 就是不愿意跟任何人沟通。 太阳宗对别人呢, 就是现在, 一个杨孝敏, 他是我们班英文学的最好, 考上了北大的西语系的里面的英国语言文学系, 文学专业。 但是, 就因为受这个的影响, 受太阳纵队一案的影响, 他毕业以后就给他分到一个工厂里。 后来一直就没有翻身。 张润峰, 还有张兴华, 这些呢, 还都在北京, 张润峰还写一些诗, 张兴华一直在, 还在画画。 我弟弟寥寥, 他也是前一段, 他是因为跟他后来的酗酒有关系, 他也是文化大革命受刺激, 我那时候被判死刑, 给他打击很大。 他酗酒, 现在呢, 他还是算缓过来了, 开个展览什么的。 那个董沙辈呢, 就流落在日本, 他就愿意在日本, 不愿意回来。 太阳宗队给他们那个身心, 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所以后来, 这些人说一块聚的时候, 他们都不愿意参加, 就想把这个封存在记忆之中算了。 太阳宗队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 本集结束! 这些人会认可不得更多。 这些人会认为他在一起。 wraz的保全场里面。 真的假认得更多。